以下三种情况我们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第一种情况呢就是食用了咸的辣的过油的食物之后 还有喝酒之后我们要及时的补充 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否则的话你到了晚上会口干的 然后你起也就影响了你的睡眠质量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感冒发烧时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而且这个水分呢可以里面加一些 比如说生姜啊还有香菜啊 改善你的这些感冒的症状 同时呢补充你因为发烧流失掉的水分 因为你发烧之后就带走了我们体内的一些体液 因为脱水呢导致你的病情会加重 所以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洗热水澡之后 因为洗了热水澡之后呢 我们身体大量的水分也在流失 因为洗了热水澡之后呢 因为热水呢导致我们血管扩张 血流加快 新陈代谢增加丢失水分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小口的来补充 补充水分 其实呢在便秘的时候呢 我们也主张及时的补充水分 而且呢是大口的喝 所以一个是洗热水澡是小口的来补充水分 便秘的时候大口的来补充水分 这样子呢能够有利于我们的身经健康 因为肺主皮毛 肺与大肠相表里 大肠的变通了 所以肺与主皮毛 这个时候我们人就漂亮了 好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